民进党立委关切驻美代表金普聪的上任 如何影响美方对两岸关系发展进程的理解 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莲近日到访旧金山湾区 参加当地桥社举办的座谈 高孔莲坦诚 两岸交流的脚步比从前热络很多 但是双方往来已经进入所谓的深水区 尽管纯谈经济 但是经济议题也开始进入较难的阶段 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莲近日到访旧金山湾区 举办两场座谈会探讨两岸关系 他认为虽然两地经贸不断成长 大陆对于政治问题非常敏感 他以台湾航线在中国需要绕道举例说明 台湾也没有限制台湾的民众不能到大陆中转 可是大陆具有这种限制 结果它不但违反了航空业的惯例 也造成民众的不便 我们觉得这是非常不聪明的一个做法 高孔莲也表示 尽管两岸交流的脚步比以前热络很多 但目前双方往来已经进入所谓的深水区 尽管沉谈经济 但经济议题也开始进入较难的阶段 这次我们在投保协议里面有要求投资的法规要透明化 过去的确有这一类的问题 因为他们常常讲他们内部规定 内部规定的意思就是不透明的 不透明的话那当然对台在企业经理来说的话构成一个不确定因素 高孔莲建议台商考虑分散到东南亚其他地方投资 在大陆主要问题是社会安全和工资 加上土地环保等 想回大陆投资的台商需要计算这些潜在的风险 他鼓励台商回流台湾做投资 新台记者刘芳安琪 旧金山报道